脾胃有病大便先知 当大便出现这三种情况 警惕脾胃病来袭 你知道吗脾胃要是出毛病了 首先就从大便上反映出来 因为人吃的东西都要脾胃消化吸收后往外排 所以一旦脾胃出现了问题 那大便也会从正常的香蕉便发生一系列改变 就比如下面这三种情况 首先大便一粒一粒向阳食 这种情况是脾胃水少了 当脾胃大肠阴液不足时 阳气相对就会旺盛 那就会产生虚火 虚火会把肠道里的水分慢慢蒸干烘干 大便有的地方就会变硬 这时肠道在已蠕动 把粪便往下排 那还没被烘干残留有水分的地方就容易断开 那你的大便就是一粒一粒的 看着像阳食 这时如果不及时补充阴液 那虚火再旺点就容易出现口干口苦 上火以及身上一阵阵燥热 尤其是晚上睡觉前手脚心热得厉害 心里也烦躁 好不容易睡着了 后背也总出汗的情况 调理的话就得滋阴为主 参考方济增夜汤 用悬神麦冬以及生地往煮水喝 其次大便黑硬 这种就是脾胃火太大了 在短时间内把大便里的水分蒸发了 那大便就会变干变硬 因为不会出现局部湿润的情况 所以即使肠道蠕动了 也不容易断开 那这时你拉出来的大便也不是一粒一粒的了 而是成条状的 但同时肝硬难排出 生活中也会伴随着口干口臭口渴 喜欢喝冷水以及牙齦肿痛等上火的情况 但不会出现阵阵燥热 睡觉出现虚汗等阴虚的情况 另外这种舌头伸出来舌红胎黄 而阴液亏虚产生的虚火 舌头伸出来虽然红 但基本看不到舌胎 这点注意区分一下 那既然是火太大 自然要驱火为主 可以参考麻仁润肠玩 最后大便吸软不成形 这种就是脾胃虚 体内湿气太重了 因为湿气往下走流到大肠里 大便里的水分变多 就会发软 甚至是吸糖不成形 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 这种平时就容易伴随着四肢困重 手脚无力不想动 以及食欲不振 胃口差 甚至是吃点东西就腹胀腹痛 额心反胃等情况 调理就得见脾胃 趋水湿为主 可以参考森林白柱散 总之大便就像脾胃的镜子 如果你大便不是正常的香蕉便 软硬失踪 那就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及时限下就医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